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日前举办110年度SUPER教师典礼 分美颁发幼儿组、国小组、国中组以及高中组受奖 期盼借有颁奖典礼 感谢这些教师们数十年来对于教育界的奉献 县议员曾正妍,赖恩雪也亲自到场祝贺 教师这个工作就是比一般的职业就比较辛苦 不但是白天上课八个小时之外 下课之后到了家里还要批 毕业、作业还要平常跟家长联络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那在此也勉励所有的全体的老师、主任、校长 能够尽心尽力为我们教育界来努力 培育出下一代更成功、更有魄力的学生 先议员赖恩雪表示 这期杰出的教师们都在教育界付出燃烧热情 来陪伴这些学子 老师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教学 更重要的是要陪伴、启蒙以及教导 也恭喜这些获奖的教师 也期许他们未来能够继续来为教育做奉献 我们看到每一位杰出教师在教育界的一个付出 燃烧自己的热情、陪伴我们的孩子 不管是耐心、爱心或是我们课程的创作 都是带给孩子无限的一个非常丰硕的一个空间 我想老师不只是在我们课程上的一个教学 最重要的还是对孩子的陪伴、启蒙跟教导 所以今天能够得到这一份殊荣 我想是实至名归 那么也恭喜这几位我们super教师 未来还要继续在教育界耕耘跟奉献 培育出无数的一个信心学子 这次颁奖典礼从幼儿组到高中组 首奖共有四名教师获奖 新议员曾正妍·赖恩雪也感谢教师们平时无师奉献的精神 也期盼教师们未来继续努力 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道